我是一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呼吸科医生 关于这个冠状病毒防治专家族的成员 你是不是很好奇 我好像带着氧气 是的 我也感染了 于昌平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近日他的自拍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走红 点赞200多万 2月6日 中心社记者与还在隔离病房住院的他进行了电话连线 于昌平告诉记者 他早在1月14日就开始发烧 后经检测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在1月24日左右开始好转 现在正在恢复中 他说从发病确诊到病情加重 他并没有强烈的心理波动 也没有害怕 现在有这个病嘛 它有传染性嘛 在视频中 于昌平讲述到自己住院三四天后 症状出现加重 起不了床 呼吸困难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依然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病情 美国分之三十十点的可能性 如果四天五天没好转 孩子 我可能就活过来 五天过后是稳住了 那些很有希望 甚至会好转 所以我还总是一个分之六七十以上的期望 我活来过来 每一种感觉很平静 但是我当时有个信念 我说我孩子应该活得下来 我身体好 我年轻的活 慢慢休息好就行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 于昌平显得非常乐观 偶尔还跟记者开起玩笑 他说自己是个乐天派 对自己和同行的能力也充满自信 录制视频的初衷 也是希望能用自己的精力向公众科普 呼吁公众不要恐慌 不要害怕疾病 武汉话说 拍个球 恐慌什么呢 恐慌个毛线 我们说当医生你不乐观 他们的人 这病不中 大部分不中 不要恐慌 这病还有些别的特点 我是反规性的 我是很重的状态 坐在床上 科普一下 做点事情 是随心的 我都没准备 我当时没洗脸 没洗口 我什么都没搞 头发也没说 我就是临时起义的 于昌平的第一支视频 于2月2日发布 他说 他并没想到 如今会获得这么多关注 但他认为 自己并不是一个网红 他的本职工作 依然是医生 等他完全康复 他还会继续投身到 抗疫一线工作中 与其没结束 我是个医生 我是这个方面的专家 我不去 谁去了 是不是 那肯定是去的 这是我们做的事情了 这也不是喊口号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是因为这一天就会令人的 是在这一天就会认为 是在这一天就会认为